過年期間很多人買了大樂透 也有人買呱呱樂 但是來看到這個台北市黃先生 真的是非常的糗 因為他買了好幾張呱呱樂 結果有一張幸運號碼 27號 這對的時候 他卻不小心把7上面的 上面這一痕也刮掉 可能刮太大力了 27 看起來像21號 讓他和家人 誤以為中了200萬元 全家開心的大叫 後來仔細看 才發現原來沒得獎 變成難過的大叫 我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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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刮 刮 只要刮中數字跟幸運號碼一樣 就可以得到數字下的大筆獎金 結果 天啊 21號跟裡頭的一樣 這張刮刮樂中了200萬 刮刮刮 我刮數21 刮刮刮 我刮數21 這時候我就看這21下面 200萬 就是頭獎200萬嘛 全居然匹集了去抱在一起 就想到說 總算輪到我了 黃先生一刮 以為自己中大獎 全家高興的又叫又跳 以為才選爺 縱算來敲門 中了頭獎200萬 沒想到卻是一場空 就要去領獎了 那我才看到說 刮得太用力 這個27 啊 這是21 那也安捏 原來以為是刮到21 其實是27啦 當時太激動 所以把7的橫槓刮花了 看起來就像1 才造成這美麗錯誤 玩刮刮樂真的要特別注意 像是數字7和1 常常被搞混 好險這位民眾對講前一刻 再次確認刮刮卡 才發現搞了大烏龍 否則真的拿這張刮壞的 刮刮卡去領獎 還真的是 球大了 這就是陳一瓣消暢的 李嘉宇塔貝 三方報導 打扮 打扮